中国历史悠久,中国的原始社会,启示大约公元170万年前的袁某人 袁某人是已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 中华文明真正具有确切纪念的年代,始于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 虽然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 但由于都长书久晚,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公认的夏朝及其之前历史确实存在的证据 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二里头遗址有可能是夏朝都城的遗迹 据今整理出来的传说,皇帝在版权之战中击败了炎帝,成为新部落联盟的首领 之后又与东南方的持有部落发生了冲突 在逐鹿之战中彻底击败了对手,树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 后来皇帝的孙子和玄孙先后担任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皇帝的玄孙帝库又将权力交接给了自己的儿子姚 姚创立了三让子,传位给了顺 在《逐书记年》中记载,顺将姚放逐到平阳囚禁 他先立了顺的长子丹珠为帝,后夺取丹珠的地位 在顺的时期,洪水泛滥,鱼的父亲因治水不利,结果被处决 后来鱼采用了疏通的方法,成功治理了洪水 因此被推举为领袖 《诗记》中记载,鱼死后赞任给了伯义 结果诸侯们离开了伯义,支持鱼的儿子起 但据《逐书记年》中记载,鱼死后由起继位 伯义则因鱼起发生争执被起杀死 其死后,其死泰康继承权力 泰康不理政治,在此期间 夏部落的权威遭到了削弱 东夷部落趁机西进 东夷部落的首领亦在夏民的拥护下夺得权力 亦夺得权力后并没有成王 而是把泰康之地立为王 泰康之地中康死后 中康的儿子相继位 随后他投奔与夏同姓的部落 从此,亦独成王位 亦不善自理,他废除忠臣,重用韩卓 韩卓是东夷族博明寺部落的一个不良少年 因造谣蛊惑,被博明寺君族所足 后被亦收留 亦对他十分信任,让他担任自己的相国 亦在夺取夏朝大权之后忙于首例取乐 韩卓于是对内讨好亦的妻子玄妻 对外广思财物收买人心 亦的妻子因为亦杀死妻子 于是与韩卓合谋 在亦打猎回国时,派人将其杀死 韩卓杀死了亦,还将其做成肉羹 分给了亦的儿子吃 亦的儿子不肯进食,被韩卓处决 韩卓后来娶了亦的妻子玄妻为妻 他为韩卓生下了二子 后来韩卓的一个儿子守父亲命令 率兵先后灭掉了亲下的部落 杀死了宗康的儿子相 相的妻子当时已经怀下了相的孩子 他从墙洞中逃至了亲母亲家里避难 不久生下了少康 少康长大后,韩卓闻讯后,派人追杀他 少康投奔到了顺的后裔 夏朝遗臣集结夏朝移民之力 灭韩族,立少康为王 夏由此复国,后世称少康忠兴 少康之子祝在尾期间 他了解东夷对夏子的不满 为了巩固在东方的势力 他把都城牵至老邱 祝在尾期间是夏朝最昌盛的时期 祝之子葵在尾期间 东夷与夏人开始和平共处 夏代共传十七王延续470年 夏朝作为中国传统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拥有较高历史地位 后人常以华夏诸夏之称 此时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相传夏的最后一代国王节非常残暴 百姓已经不堪忍受 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 则有较大发展,逐渐强盛起来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下 取代了夏朝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当时文字记载的国家 则标识着中国历史离开了传说 商代出现的甲骨文和金文 是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 根据文献记载,汤在位时间较长 长子早逝,次子三子先后继位 但他们总共在位时间仅6年 之后,汤的长孙太甲继位 太甲继位之初,依淫辅政太甲设政 太甲继位时昏庸无能 一种解释认为,汤时候太甲夺权 在其舒服之前继位,破坏了迪长子继承制度 这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称太甲起初不衔的缘故 其后,依淫远应坚持,把太甲流放三年之久 依淫自行执政,管治国家 直到太甲悔过之心,才赢回太甲复辟执政 但竹书近年称,依淫篡位称王,依淫放逐太甲 七年后,太甲遣回杀掉了篡位的依淫 太甲创造了桑朝的第一次中兴 他侍后上妙号太宗,又称明王 文献记载,太甲有两子,先后继位为王 桑王朝的第一次衰退出现在小甲时期 之后,太悟在贤臣的辅佐下扭转了小甲时期的衰退 桑王朝进入了第二次中兴时期 太悟在位75年,太悟的长子松丁经过权力斗争,重新夺回王位 但不久,松丁遭到了王朝内部其他统治势力的反对 由此松丁被迫东迁都城 与此同时,东部边疆的部落趁机作乱,夺权斗争导致了桑王朝政权内部的分裂 国力巨减 直到竹以时期,政权才逐渐稳定 竹以受桑族尊崇的程度,与桑汤不相剩下 竹以在位19年崩,妙号中中 竹以社后,桑又进入了权力斗争时期 屡亲都义,使得国力再度衰亡 在桑庚期间发生了著名的迁都事件 当时,桑庚年幼即位,许多贵族就成无视桑庚 桑庚为了巩固王权,削弱贵族的势力,决心迁都 当时族内一部分人不愿意迁都 桑庚便劝说大众到新都去生活 迁都后,桑庚兑现了承诺,首先建设了民居 桑庚在新都实行了新政,限制和约束了贵族的势力 他要求贵族遵守先王的法度,排除内心傲慢的态度 盯从桑王的命令,道德上要实得于民,不可怠慢 老弱孤佑,经济上不可无止境地聚敛财富 桑庚对贵族和民众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新政时的民众受益,同时让桑王摆脱了贵族势力的束缚 直到阴桑灭亡,民众还是念着桑庚,要求赴桑庚之正 桑庚牵引后,桑王改变了居无常处的状态 王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新发展阶段 史学家称这个时期为晚桑时期 桑庚在位28年,没有指示,传位于弟弟小新 小新正极不加,带来了桑王朝第五次的衰败 他在位第三年,之后他的弟弟小乙继位 小乙在位时便立儿子武丁为继承人 小乙让儿子武丁到民间中劳动,又将他送到贤城那里去学习 小乙如此重视武丁的教育,为日后武丁中兴奠定了基础 小乙在位十年,其子武丁继位 目前发现的甲骨文是从武丁时期开始大量出现的 自此,中国的历史迈入了较为详实可信的文字记载时代 商朝到了武丁在位期间,西方的周部落逐渐强大 武丁继位后,为了摆脱巫师对自己的权力制约便进行了改革 他命工匠雕刻了一个木偶,武丁称这个木偶为天神 随后他约天神与自己进行下棋 又命令一个臣子代替木偶下棋 臣子怕武丁步步退让,以大叔而告终 武丁便痛打了木偶 武丁还制作了一支皮带,藏满了兽血,挂在了树枝上 亲自弯弓仰射,射破了皮带,兽血喷出,称为射天 武丁的这些举动,否定了天神的权威 使巫师的权力大为降低 他顺势提倡仁义兼爱 商朝活人的陪葬现象从此大大减小 后来,武丁病逝 那些仇恨他的巫师们极力散布谣言 称武与在狩猎过程中受到上天的惩罚 是被暴雷劈死的 武与死后,其次文丁继位 由于文丁忌惮周族强大,杀死了周国国君继力 这激起了周昌之间的矛盾 文丁驾崩后其次帝已继位 继力死后其次西伯昌继位为周文王 西伯昌打算为父报仇 此时,商王朝正面对着东夷的叛乱 为避免两面受敌 帝已决定将包美嫁给西伯昌 希望能重修就好 帝已死后,其子授继位是为帝心 后时随周人称他为商咒王 他是商王朝最后一代君主 帝心从小跟随着父亲帝已南征北战 从小就认识到各民族内外的深重矛盾 和众多贵族的腐败无能 继位后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 他加强王权、驱逐和囚禁或诛杀了一些 为非作歹的贵族 大量启用了数人为官 帝心通过多次苦战和安抚 终于使东夷臣服 他还派遣飞联 促使北方对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北方草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由于连年发动战争 大大消耗社会的人力与财力 促使了社会矛盾激化 与此同时,帝心的几个兄弟 对自己无法继承王位感到不满 那些受罚的贵族也痛恨帝心 纷纷与周人勾结起来 周五王联合江姓国家共同讨伐帝心 一直打到了昭戈 由于此刻商军的金日部队因讨伐山东 皆不在昭戈 又由商朝贵族的叛徒作为内影 周军歼灭了帝心的军队 木野之战之后帝心自焚 商朝从此灭亡 如果视频收集,请您 GRÜNEN 请请您的精明 明镜与新闻 最后观 tror 你同时的原因 我们在一起